美军空袭叙利亚 前年2017年4月10号 空袭叙利亚 103枚巡航导弹突袭叙利亚 就那103枚巡航导弹 打击叙利亚的时候 任正非刚刚在60小时 以前飞离叙利亚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我现在正在贝鲁特 四级阳台喝咖啡呢 我说任总 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身先是处在第一线 经济学家徐晓年说 最佩服两个企业家 第一任正非 第二桃花笔 徐晓年讲呢 企业不一定非要高技术 不一定非要互联网家 你就把产品做到极致 你就是老大 桃花笔不就会凭老干妈吗 现在弄的 凡有个华人地方就有老干妈 你和人家做到极致 桃花笔一个大字不识 年近半百创业 用十几年时间 打造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创造了故事 创造了奇迹 创造了神话 当年谁看着他了 你这个老干妈就是办凉皮的调料啊 最后发现别人特别喜欢吃 开始做调料了 做调料以后没有广告 怎么办呢 也不懂得广告 没文化嘛 坐一瓶瓶的宁锦了 送卡车司机 免费送你吃 卡车司机走到哪儿吃呢 比如说挺香的又挺香的 就是那个路上贵州呢 叫什么什么人做的 就卡车司机帮他把名声给养开了 我们有句话 叫当你弱小时 敌人特别多 你弱小的时候 才你人特别多 那反过来说呢 当你强大时 朋友特别多 桃花笔当年创业 多么弱小啊 欺负他的人太多了 你看桃花笔讲的话 我就要拼下去 哪怕面对个土匪 我都给你拼下去 你想把我杀掉 我就想把你杀掉 要拼才会赢 不拼就会输 桃花笔的理论 上不了我们NBA 也NBA 进不了哈佛案例 但这是中国企业家 扎扎实实在 就这么拼杀出来的 我们不是按照哈佛案例 不是按照NBA 也NBA案例 一个做出来 你看中国企业家 怎么成长 徐耀年说 最佩服就任正非桃花笔 任正非见着了 没问题 到深圳 任正非 与任正非会谈 还给华为讲课都搞过 就见不着桃花笔 桃花笔不见的 徐耀年最后也释然了 说我见桃花笔被拒绝了 后来得知 他连省长市长都不见 只见村长 这才心理平衡 桃花笔就这样 你别跟我弄些云雾缭绕的虚东西 谁能给我解决问题 我见谁 别就算了 不见了 不探讨理论 就实际 金将军您好 从我们建国以来到现在 我们就不断地给一些 第三世界国家 给他们援助 当然我们的大国风范 也赢得了他们的许多好评 但是反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却奉行 本国优先的政策 请问您认为 我们有必要继续保持这种 对外援助吗 对外援助呢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大国 它并不可少的 这是我们应该有个份 其实我们对外援助呢 并不像我们网络上 有微信上宣传那么多 我们并没有那么多 我们今天的援助 大量都是什么呢 都是有息的 都是要付厂的 付利息的 还稳的 你看我们直识 武直识 直升机 我们就援助它 援助它是什么呢 让你无偿地使用 两架 因为武器装备要使用啊 我们没有这个环境 把这三有 给它用两架 你说援助 它开始攻击恐怖分子 打地面目标 然后不断地发现我们指示的毛病 一使用 毛病出来了 这毛病 我们就需要毛病 我们马上改啊 他那边给我们提毛病 我们马上改 马上就修改 根据战场修改 你看这个援助 起到很大作用 包括我们最近援助的 巴伊斯坦的骁龙 骁龙战斗机 不是把印度的米盖20 给击落了吗 骁龙战斗机大火 那就是我们援助巴伊斯坦的 那这个骁龙战斗机大火 那是骁龙一火 是我们承飞也很火 我们承飞出口又能增加一笔 现在盯住骁龙的 原来巴伊斯坦 现在埃及 好几个国家都挺感兴趣 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绝对不会像美国那样 到处刷钱 到处我们绝对不会 但是我们会 进行这些援助呢 取得我们的效用 我就回答这 谢谢金教授 金教授你好 我的问题是 现在的青年可能更多的会追求自我实现和个性解放 然后向老一辈他们推崇的奉献 然后和集体主义 您觉得对现在的青年还适用吗 其实呢 老一辈一个一个也都是追求思想解放的 他们都一样的 思想解放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都没有改变 你比如说我在华为 于成东就这样一人 于成东今天华为大佬了 华为中端产品 他是大佬了 总负责人了 于成东说呢 他的导师就讲过了 像于成东 你的性格 不适合遇到党程机关 不适合遇到企业 你干不成 你就在大学教书 你的性格老是唯我独尊 老是这个劲头 你不行 到哪搞不好关系 就在大学教书 哪去不了 结果到华为 于成东说 一到华为第一天我喜欢上他了 他说我进办公室 一个女孩在墙角徒手道立 还有一个男孩 翘二郎腿 说腿翘的比键盘还要高 于成东说 这不就是我要的环境吗 他太喜欢这儿了 然后到华为 满脑子想法 又碰那个老板 任正非 他说太好了 就于成东学无限的 搞二级三级 好多想法 新想法呢 拿不出可行性报告 拿不出可行性分析 我就想法 他没有新的东西 任正非就可以 我给你钱 老于你有想法 我给你钱 你看你能不能弄成 于成东说 我最喜欢就这个 我就这想法 我拿不出什么可行性分析 什么一二三四五的 给你完成步骤 我也拿不出来 我估计行 我得摸着石头过河 他说老人让我摸着石头过河 我说你看今天 我说我们今天 这个人的个性的释放 还是我们一笔很大的财富 怎么有效地把它释放出来 那么这是今天年轻人 有主意 没有必要压抑 充分释放 当然是在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 你充分地释放 只能有利于我们的法律 我就回到这儿 谢谢金将军 活动结束 谢谢金亦南将军 中国民间这个活力 中国人这种勤奋 这种刻骨 这种专业 这种物体 世界无人可比 中国人是既为过去 也为未来活着的人 为过去要养老 为未来 孩子不能处在起跑线上 所以大人猛劲加班 客户工作 西方就是什么 我就为今天活着 明天再说了 不管那么多了 你中国人这种状态 最近 你看德国 9月23号 德国《世界报》里面报道讲 只要世界其他地方 出现新产品或新投降 中国立即有20支团队 致力于此 以便用更好的质量 和更优惠的价格 开展竞争 人们遇到的是一个 革命性的竞争者 以前所未有 你说 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 像任人非这样的人 有多好的运气 他是国家百千万工程吗 他是哪级政府重量 扶持他了 他都没有 生命力极其万强 任人非1983年转移到深圳 后勤服务基地 搞公司 做生意 老人说了 我就不会做生意 市场经济规律不知道 第一笔生意被人骗了 200多万 买彩电 对方协换 逃跑 刚到公司给人亏了200多万 任人非被公司处迷 老婆跟他离婚 老婆是公司高管 离婚 带着父亲母亲 弟弟妹妹创建 集资两万一千元 创建华为公司 就在深圳一个传达室里 就是一个企业传达室里 白天老头三分之一 在前面传达诸多事务 后面华为公司在那办公 晚上就华为公司在那加班 就传达室 老人跟我讲 最初创业 就几块万用表 一台试播器 你看最近接受 德国媒体台访 从扛那个货物 老人说呢 没人帮啊 就自己扛啊 扛那些电子散件 帮着组装的 只能扛15米 20码 一堆码地扛 因为视线能看见 我扛到前面 都被别人偷了怎么办 只能一堆就往上扛 15米一堆堆就往前挪 好几件 一人拿不走 就一个人背着往前 一件往前扛 那1987年 88年就这么干 任正非 43岁创业 把一个山寨公司 变成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 在技术拓展 国家化拓展方面 技术创新 国家化拓展方面 国内首居一指 这种企业发展速度 到全世界哪去找去 前所未有 当年90年代末 华为没有同一拍照 老人在全体大国上讲 华为的全体员工们 我们只有熊啾啾 气昂昂跨过太平洋 只有到海外谋发展了 我2016年初 就在深圳半天 参加华为的颁奖仪式 下午三点半颁奖 颁到晚上七点钟没有颁完 东南非事务部 西非事务部 南乌事务部 北乌事务部 俄罗斯事务部 荷兰事务部 墨西哥事务部 我这什么公司在那颁奖 跟联合国一样 那最后海外服役 十年上员工颁奖 老人还讲那话 阿富汗战乱时 我就看过员工 利比亚开战前两天 我在利比亚 我飞到亚拉克不到两天 利比亚就开战了 我若贪生怕死 何来让你们去义务奋斗 美国前驻华工师傅利敏讲 美国每年有65万 从事科学工程技术的 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 其中很大部分是中国人 若排挤他们 美国将损失大量科技人才 预计到2025年 中国拥有的熟练技术工人数量 将超过金额组织 所有成员国的总和 若与中国脱钩 意味着美国疏远的是 事业上科学家 技术专家 工程师和数学家 数量最多的国家 若切断美中科技交流 以其说会阻碍中国科技进步 不如说将损害 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 对谁有利啊 美国这批明白人 看得非常清楚 过去他们印象什么呢 华人是开餐馆的 华人是做苦力的 华人就居于在唐人街 他们都这印象 今天什么印象 今天傅利敏讲 美国正在把中国 逼成一个自己 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 中国不想跟你干 都想双赢 你逼他 逼到最后 他把你逼成一个 无法战胜的对手 我说你看 我们难道不是这样 预言我们倒台的人 比比皆是 2000年美国华人张亚敦 中国即将崩溃 2015美国学者神大美 即将到来中国崩溃 一片唱衰 但我们就是不崩溃 我们发展得比谁都还快 北大林一夫教授讲 这叫中国经济之谜 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发展 林一夫说 全世界包括中国外国 没有一个经济学者 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他跑的姿态不太漂亮 亮亮墙墙的 跌跌撞撞 眼看就要摔倒 他就不摔倒 比那些政经微步的人还要快 怎么回事搞不清楚 林一夫说 这本身就是诺贝尔经济学讲的题目 当然我说并非所有人没有人破解的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讲了抗日战争 但我觉得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也是有用的 毛泽东讲 战争的尾力是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 脱欧 特朗普中美脱欧坚定的 提出者 实践者 不但特朗普 一个班底都是这样 但我说他班底是什么呢 班底问题太老了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71岁 贸易顾问纳瓦罗69岁 商务部长罗斯81岁 财政部长姆努新年轻些56岁 经济顾问库德洛71岁 除了姆努新是60后 其他全是30后40后 姆努新60后主张以中国缓和 别打贸易战 打下去对谁都不理 30后40后全部主张干到底 60后要考虑未来啊 我们讲60后来日方长的考虑长远 30后40后 青春期都与冷战时间度过 都叫青春无悔 整个脑袋还留在50年代60年代的人 一批人主张美国今天的政治 我说呢 今天当然来势汹汹 全是30后40后 但我说呢 不用太长时间 你们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这个交班顺序 我们实在不敢恭维 60后交给40后 奥巴马61年生的下台了 特朗普46年生的上台了 60后交给40后 这交班顺序 这算是民主的产物嘛 然后特朗普2020年明年大选 民主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拜登 特朗普明年2020 74了 拜登77啊 我说民主体制怎么搞的 你们民主怎么选举的 中美脱钩 我说你30后40后 你全部铁性脱钩 你脱得了吗 你怎么脱钩啊 美国第一大贸易货帮是中国 中美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量16% 大陆 这是港澳台20% 美国贸易立国 接着讲任何国家和地区 只要占美国贸易总量7% 这个国家与美国重大厉害相关 不进行结成紧密的经济关系 而且要考虑政治合作和军事同盟了 共同捍卫双方重大力 7% 我们混到20%了 政治同盟什么军事同盟不可能 但它极大监管双方可能发生了冲突 中国持有美国最高的国家 最大债主 你看我们平常都是 你说你跟谁过不去啊 你跟你最大债主过不去 我们有这样的吗 欠人钱很多 你跟人翻脸整得跟人吵架 一吵架 我钱他那么多钱呢 我展示还不上了 什么时候还 你就得挨一截子 你看美国今天 你跟你谁吵架呢 跟你债主在干 你脱钩 你怎么脱钩 中国锂电池生产 世界第一脱钩了 你手机电池怎么办 你自动驾驶怎么办 你机器人怎么办 你数字化部队电池怎么办 全都白扯了 怎么脱钩啊 中国的磁硬材料 世界第一 我们一个浙江恒电东磁集团 世界第一 一说浙江恒电 大家想起恒电影视集团 首次鬼子都在那排的 那就是东磁集团 投资建的恒电影视集团 其实大老板就是恒电东磁 世界第一 东磁到了老总 何时金民营企业 也讲了 没有我们东磁 他苹果手机振动件全抓下 所有手机振动件都刺激 不仅手机啊 空调呢 陀螺呢 定位仪呢 没有刺激 怎么弄 中国线纤维加工 占全体50% 这随便举举数字 你说怎么脱钩 所以你别喊特朗普的班子 决心很大 没法实施 那美国人这点也知道 不能脱钩 特亚宾夫这个词 就让我想起 今年暑假 我在国外做暑期科研的时候 一个经历 当时我是跟一个意大利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做试验 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我是一个weak Chinese 我们知道weak这个词 除了说没有力气之外 它有虚弱的这个意思 当时我就联想到了说 东亚病夫 这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非常愤怒 我就回答他说 我比你好 因为你是个愚蠢的意大利人 他看我这么回答 就看出我生气了 他就非常的不解 甚至有点委屈 因为他认为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 所以我就在想 一方面为什么 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 对我们国人有这样固有的一些观念 另一方面呢 我们国人在类似的问题上 是不是往往会反应过度 过于敏感了呢 好的 我想起了我们访美的一段经历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避免两个极端 一方面过分的敏感 一方面过分的不敏感 我就是两个极端 我们都要避免 我们2008年陪同我们国防大学校长的防备 上将 我们国防大学校长上将啊 按照美方的礼遇 你应该可以礼遇的 没有礼遇 所有安检皮带都抽下来 所有箱子全打开特别细的翻 我们机票都加四个A 就是所有中国人一上飞机以后 他要你安排靠窗口 保证你旁边坐个美国人 绝对不能让你中国人坐在一起 如果你要有事 你得越过这个美国人 所以我们全靠窗口那边 我们校长上将外语又不行 我要坐到旁边 说不行 你只能坐到后面 你只能坐到后面 就那里要坐下来 后来 就因为这种待遇 我就直接找了陪同我们访问的 美国驻华的一个海军五官助理 一个空军五官助理 一到安检他来就藏起来了 我找他来 我说行 你先诺 我们是上将团 你们队友们这样 他就给我们解释 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 国防部管不了他们 这我们两个系统 我说行 两个系统 我说我们的机场安检 也跟我们军队也是两个系统 我们也两个系统 你们的上将以后访华 同样待遇 他说他这个问题要反映一下 第二天 海军五官助理找我 他说两个小礼物 结果说 这个送你们 王上将一个 这送你一个 两个小礼物 你们逍遥起 我说 第一 我们代表团六个人 你要送礼物 送六分 送两分算算吧 我说第二 我说我们希望你正式回应 而不是送礼物就完事了 我说我们这会回去要正式反映了 我希望你跟你们国防部 也正式反映我们一天 他挺尴尬 把两个有时候去 我们回到北京之后 回到北京大约不到一个月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我又参加了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维森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主要谈 海上避免冲突机制的 结果那个会晤一开始 美国国防部长谢维森就讲 我先插一段 说先有一个问题 我讲一下 美方现在正式向中方表示一个歉意 就是一个月前 国防大学校长访美 我们处理不当 现在正式向你们道歉 我们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问题 我说你看这个势力 我们有权力一定要争取 当然没有必要跟他当面翻脸 他说你是中国 你可以用别的话回应他 但没有必要表示愤怒 因为我们今天你跟我开玩笑 我跟你开玩笑 我们就开玩笑 但是呢 权益是争取来的 不是等待来的 当然权益 我们显示我们强大事可以的 但你对我这样 我要对你这样 一包还一包 这才能征兆 中国人也是捍卫自己权益的 你的国家力量不如他的力量强大 但你内心力量 你跟他内心力量一样的 你这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力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走在世界上 国家已经给我做了充分的支撑了 所以说我们个人呢 我们既不要过分地敏感 把他都说是小看中国人 另外呢如果一旦碰见 我们全新受到伤害的话 我们也有拿起武器 捍卫自己的权利 好 谢谢金小军